欢迎收看乐团火为大家请到的是王家东跟白锦铃两位老师 两位老师好 你好 今天两位老师要跟大家谈谈在那个1980年代 民国70年代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英底团的概念 总之呢那时候团要记录音是都不太容易的时代 两位呢已经在所谓的唱片产业跟工业里 就是进进出出了这样子 所以我想就跟我们稍微聊一下当时的一些时空环境 虽然我们这一系列的乐团火 也真的访问非常多的乐手跟乐团的成员 但是真的走进去的band member并不多 但是两位都是看过很多的团啊 也好专门的乐手在里面 我们先跟嘉东老师聊好了 嘉东老师是在1983年回到台湾来 对 1983年 还要再听一次吗 9月28号 教室节那一天 是我第一天上班上工的日子 然后就去还了台北和地所有的录音室这样子 那个时候其实录音室 其实做唱片的唱片公司其实已经蛮热闹很多唱片公司 可是录音室其实不多 嗯嗯嗯 录音室其实不多 那我所谓的不多是因为那时候的主流是 而不是主要的那个音乐的那个方向是那个民歌 所以大概都集中在两个录音室 OK 一个录音 一个立峰 一个白晋 嗯嗯 立峰也白晋 其他的还有很多 比如说老叶老师的 嗯嗯嗯 还有那个 呃 呃 我们都叫他阿布拉桑 阿布拉桑 也是 那都是很重要的 呃 当面的这个台湾的音乐圈的之前 其实台语是非常的丰富的 嗯嗯嗯嗯嗯 那这个台语的出版其实都是在那一些录音室 您回来台湾前的那560刚好是笑语民歌正风情的时候 呃 呃 对 其实其实我我是淡疆的 嗯嗯嗯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在那我后来跟也跟陶姐 然后不是我们是秦同姐弟 是是是 好那个后来感情非常好因为削悦的关系 嗯嗯嗯我们三个人感情非常好 那其实陶姐在呃呃呃 淡疆他们刚开始的那一个说是跟杨璇刚开始民歌起来的 嗯发生的时候 其实我也经过路过旁边有偷偷听了一些东西 哦 哎然后之后我就我就到美国去了 就是那个时候就他们他们正好在正在努力的时候我就到 所以整个最精彩的时候我不在 哦哦哦 that's my first time 苏瑞从搭错车开始 那我正好这些事情发生都是在立风 所以我也参与到的录音 可是苏瑞早期在唱夕阳歌的时候 他就有录音了 对 那白季灵是从什么时候进到这个产品 我很晚 很晚啊 我很晚 所以你的1980年代你还在 我还在写测标 你还在写测标 我不知道你的工作有当过写测标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那时候 就是接收西洋流行音乐的资讯 你那时候在西洋部的意思吗 我那时候还在念书 还在念书 然后那时候就是 那时候找工作都要看报纸 其实我不是为了找工作 就没事翻报纸 翻到有家公司要找那个 那个 类似像企划人员 要熟悉西洋流行音乐 要会写测标等等 什么具备文字能力等等等等 我就想说 反正快去当兵了嘛 就是也没什么事嘛 就去应征 就应征 那应征呢 那个 那时候应征就是 就不像现在 现在应征就是 啊就排排座 填完资料 然后给考卷 考试 就考试要进去 诶 你当兵没 我没有 我们上面著名异弊 你来干嘛 嗯 就很生气 你知道要帮我走 然后又看看 诶我写的还不错 诶 那你现在大四了嘛 课不多 那不然我们case by case 接case 对就是写一张多少钱 哦 ok 就开始等于进入这个行业 哦 那 诶 再早一点的就是 那个时候还有 不知道能不能讲 就是 嗯 那叫 台湾B版 哦 B版唱片时代 台湾B版 哦 那B版没有歌词嘛 哦 所以就要听嘛 是 听歌词 所以我们早期那B版的歌词上面都乱七八糟 有没有 嗯嗯嗯嗯 就听写出来 哈哈 你就是做这个工作 对对对对 听那个 这个都乱写嘛 反正他就是 一首歌多少钱 是是是 听 是是是 都乱写关系 那家都没有面试也就直接就上班了 有啊 有啊 其实我的面试就是去 拜访的那个 徐 我们叫小徐嘛 徐从健 徐从健 那我的 就是我在学校的作品 哦 我们在学校都有 有有有 有作品嘛 嗯嗯嗯嗯 就那个时候就是拿录音带 哦 然后你就开始录了吗 哎 录音带还是唱片 反正我忘记了 嗯嗯嗯 我就是拿给他听 就是他就 就说你可以来上班了 对就可以就可以 就这样子啊 就是他就听一听 就跟我讲就是 就是就在上班 嗯 所以我本来 本来还想去 呃 白金去拜访那个 阿清的 我就没有去 噢 噢 所以就很后悔啊 哈哈哈 很后悔啊 哈哈哈 很后悔啊 哦 哦 哦哈哈哈 你还记得你路过的 这早期的哪些唱片吗 哦太多了 早期 嗯嗯 因为 呃 利丰 呃 我我之所以那么容易 也就 就呃 进入利丰的时候 正好利丰那个时候 也 也在面临一个 嗯 呃 改组的那个状态 原来他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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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呃 陆库 呃 後来也是 做了很多工作的 陈冠宇还有 呃 包括 何庆青 嗯 你们可能都不晓得 何庆青早期也是 逆风的录音师 啊 哎 那他们就突然 何庆青想 想做制作人了 所以他就到戈林 嗯 呃 那王机光被人家挖角 小蛙到那个大直就传播协会的录音室 所以他一下子变成他没有助理 他没有助理 所以就是小徐他一个人在忙 那我所谓的后悔是真的真的不是说跟错人 而不是跟对人 而是我从答应说他小徐说我要来工作的时候 那徐妈妈帮我在四楼准备一个住的地方 你想看现在哪个录音室 你来工作我帮你准备宿舍 徐妈妈帮我准备宿舍 还怕我热 那个时候9月那时候还很热 还装了冷气上 可是我从拎了包包进到那一栋楼 大家都知道吗现在没了 那栋楼独庚没了的那栋楼进去后 两个月没出那栋楼 你想看那栋楼那栋楼有多大没多大 对不对那个电梯又好小 这四个人他就已经会嗶嗶嗶了 是为什么呢是因为那时候这种忙到 我跟徐先生两个人就是他先录 录到半夜累了他就睡觉我来接 接半夜的 录完了以后 两个人 然后一直录着天亮大概继续录的时候就徐先生起床了 他就来接我的 两个月 我就两个月 足足两个月 感觉你被送去绿岛关一样 后来都终于比较松了一口气的时候 那我答应我一个美国的朋友说我一回来我就要去看看你妈 他妈妈那时候住在那个附近 那个宁泊西街附近 你想想看我们就在隔壁 但是两个月没办法走过去 两个月后才 所以你就算你不管是知不知道这些艺人是谁 不管你喜不喜欢你做的过就是你都参与了 所以你说参与到很多有没有 其实是 其实被关在里面工作 参与了很多的案子 那个时候很多后来都变成经典制作 哪些 包括蔡琴的 最后一页吗 最后一页 包括就是那个 飞典出的 还有那个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 Sue Raid的作品 那个搭出车的那一些 都是还有吴大卫的 陈阳制作吴大卫的 拥抱着我 是不是 那个是专题名字不叫这个 叫什么 琴什么 对对对 陈老师做的 那个是陈阳做的 那个 那个时候就是 后来都不知道谁是谁啊 那个时候刚回来 真的不知道谁是谁 就是一屁股坐下来 然后呢 因为我在学校 可能我们没有教 我们那个时候学校录音的时候教就是 所以这也是一个原因就是为什么那个许先生会说 听了就就 因为我的功课是我请了一个big band 一个大学的big band去录big band 你想想在台湾我到现在还没录过big band 对对他一听到录big band 哇你可以录到big band 那个 可是我们所谓录big band就是 你们坐在这边麦克风都架好了以后 然后就录 take one take two 就这样子录完以后 我们去把它editing好的地方剪起来 就剪袋子嘛 好剪起来 可是忘了学punching punch out 我们学校 我们学校真的不知道是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 没有教punching punch out 所以你知道吗 我在小学那边的punching punch out punching punch out 是一个制作人教我的 那谁啊 鱼 光美的鱼 小鱼 光美好早 光美的 光美就是他说出版麦伟廷 对对对 光美的一个制作人教我的 为什么呢 就是每一次录 当那当我就晓得了 轰轰的键 啪就录 然后那个制作人说 好好好我们停一下 我就一定是按STAR 那很别扭你知道吗 录录就录了可以啊 你就play以后按一个录音 有没有 可是我按这不行不行 我们要重来 我就按STAR 那个就是会 那个音乐就会 就停了 停了 对对对 断掉了 就断掉了 那punching是 你应该是按到play 按到record 可是punching就可以直接按play 然后音乐还在走 可是呢 已经没有在录 是 那个人的声音了 他的情绪会是以致敬的 对 对于 应该说监听的时候 听起来比较舒适 对工作的人来讲起来 尤其是制作人很习惯说 哎呀我们从来 那个音乐起码还可以留一下 留几个音 对对对对 好然后你再按 那时候带子都还会 一声嘛 对呀 那个时候就停 就停了 你比较一板一眼 所以你看蛮好玩的 我是一个 专业的一个engineer 嗯 结果不会punchingpunching 啊小徐都不晓得 那个 那时候剪袋子更厉害 哎 真的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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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更厉害 那个这个我们受过很多训练 好像好像学校都专注在那个了 说反正你也不要punchingpunching 就剪吧 那个是手工业的一种 哈哈哈哈 好那个 我觉得那是一种艺术 也是啊 现在没有了 现在没有嘛 现在都软弹过 现在没有了 现在就是undu 或者说把那个框框 一拉就过来了 对对对 对对对 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 哦 江老师太早了 很早就开始meer 啊 很早 我们玩还是小朋友的时候 他已经是mixing engineer 混音师了 我们还是小朋友 我要解释一下 因为我刚回来的时候啊 嗯 也是这个样子 什么样子 就是一头长发 而且没有渣 跟小白差不多 可是头发是到这的 更长了 那时候是很难的看到这种 现在不是大家都穿破牛仔裤吗 嗯 我那时候一定是破牛仔裤 破牛仔裤 然后一头长头发 嗯 然后在录音室 所以大概所有的人进来 都会对这个人非常的好奇 哈哈哈哈 对对对 真的 每个人进来会对对对对 哇进来一个哇 就说 那徐妈妈就会 当然她还会宣传啊 我的录音室是很重要的 或者很厉害的 就一定会介绍我说 她是从美国回来的 嗯嗯 你知道 这句美国回来的话 哇 很有用 很有用非常有用 不管 你看我连胖鞭胖叫都不会 哈哈 只要讲美国回来都好 哇 就什么都有用 真的会唬到很多蜘蛛人 那唬到的第一个就是那个老太太陈小霞 哈 陈小霞那个时候在做江玉恒跟 跟 呃 七秦 江玉恒那时候是光美 对不对 江玉恒是光美 对没有错 哇你都好厉害啊 那 陈小霞在做这样片子 那他 呃 他在做 因为 因为奇琴是陈小霞的学生 是 因为他们在外面做场子的时候 呃 陈小霞自弹自上 嗯 陈小霞是弹被子的 OK 然后呢 所以就 陈小霞就 就 就跟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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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点力跟 综艺坛 嗯 就说做齐琴不错 嗯 嗯 又再加上是齐玉嘛 是 然后齐琴 然后就就做 所以 所以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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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所当然就是在立峰路 是 在立峰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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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他 他的风格不要太流行 太太太那个 嗯 然后呢 就希望我来录 嗯 呃 呃 就是我来录 然后呢 他希望我来咪 哦 就是不要咪到就是 传统台湾流行音乐 的那个样子 那那时候只有两个人嘛 你不找徐先生的话 那就是找他 他就 就是找我来 来 所以他希望你录了怎么跳 杨卫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是 就是这个样子 人生不要站太大 然后不要 reverb不要太多 哦 哦 吉他不要水水亮亮的 OK 对那个时候他 呃 那个时候他还给我讲说 哎 加东我跟你讲 哈 我们这一次 多花一点时间咪 嗯 那我们花两天来咪 嗯 嗯 两天咪一张 两天咪一张 一个时候所有的唱片 都是一天咪完 你还多了一天 对 这个我要讲一下 这就是那个那个 亚璇总经理哦 哦 他们那个那个公司 创出来的规矩 嗯 他这样穿起一天咪完 什么规矩 什么规矩 一天咪完的 你去亚璇哦 你会 那时候亚璇的混音师 一首歌只要40分钟 哦 就镜头待一下 哦 为什么呢 他为什么可以那么快 嗯 就是 他现在面壁啊 哈哈哈哈 就是母带 40分钟一首歌咪 你母带 我们在录的时候 不是母带 啊 这鬼什么啊 比如说 kick snare tongtong 两鬼啊 都记好 对不对 然后他要咪的时候呢 就在那个patchback的时候 就直接啊 反正 Vocal就一定在这鬼 那台康首 这鬼永远是Vocal Vocal 这个永远是小鼓 这永远是大鼓 嗯 所有的那个EQ都调到差不多 都Quizet 所以他只要把那个鬼速 按的那个 搞清楚就好了 那叫什么 那个 Fader 对 那个对 进来 他只要 那所有的声音都差不多 对对 只要微调一下 好了 就好了 非常SOP 对对对 那就是亚璇他们的一个规矩 因为他们做B版做得很习惯 所以 那你多了他一天 有比较好 终于 不是 这个倒并不是那 我是花了一天 还是花两天 把它命完 而是 我是录音第二年就做这个事情 这个你问现在的小朋友 就是现在的录音师 怎么可能说 你做一个录音师做的第二年 就开始做混音 嗯 差不多十年 现在 嗯 现在我看 现在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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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第一天直接咪了 对啊 对啊 上来就直接去 直接咪了 就是我们这个 这一代 我们这个Generation的录音师 差不多都要录十年 然后碰到一个贵人 才有机会去 对 那贵人通常都是因为谁不在 啊 你就来吧 就上来 对 我是因为这样子 那 在这个行业里面 大家都知道吗 包括唱片公司 包括我们的同行Engineer 都知道 你录音跟混音 那基本上就是两个阶层 你知道吗 就是 你是录音的Engineer 你是混音的Engineer 哦 所以 所以其实我 蛮早就会被大家知道 我算是老一辈 不是 是算 把我算成是老一辈的Engineer 哈哈哈 对 因为后来有一次 就我 我小林小钟 我们三个人 嗯 我们三个人在 在在在白金 嗯 就是非要聊 谁的年纪大 或者说谁的资历 辈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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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吗 大家一定是讲我嘛 小钟 小林 对啊 一定是讲我 因为 因为我会咪了以后 然后到白金去 有没有 尤其是在录We are the world 那个 明天会更好 那个时候 他们都会去白金 都会去白金 有没有 嗯 小钟 小林还在搬谷耶 叫Maya 那个阿清在录的 有没有 那个时候还有另外一个Engineer 是很非常厉害的 好 崇拜他 他后来做制作人的 李四仙 李四仙 没有错 那个时候有他们两个在咪嘛 那就够了 有两个人在咪 然后小钟 小林 大概就是搬东西 跑龙套 这样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是 那个狼早就已经咪完了 好多年以前了 就被认为是 后来我们就在聊聊聊聊 结果小钟比我早两个月进入这一行 我马上叫钟哥 哈哈哈哈哈哈 他还找你两个月 他还找我两个月 还找我两个月 进入这一行 那你还是比小林早啊 对我还是比小林早 对啊 可是呢 呃 就算小钟他他比我早两个月进入 可是他他开始回应也是到了后来 也比较好 那个时候还是 那时候还是要有一段时间了 你的训练 或者说你有没有这个机会 主要是会 会碰到 不过既然那个时候 你跟徐崇倩大哥两个人 这样一天晚上 一个白天一个晚上 你们没有想要栽培一些土地 或者是多带一点后期之秀进来吗 其实那个时候会录音的人很多 会录音的人很多 你想想那时候的灌雨啊 还有啦 就是人都有 人都有 可是我会觉得 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忙到 没有时间去张罗停下来 我们说他们先停下来好好想一想 我们要找谁来去帮我们分摊价值工作 我会觉得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大家已经忙到 已经到那种地步能想看 其实我们大概都有 都经过那段时间嘛 台湾唱片还很蓬勃的时候 对不对 大家其实也都经过 对啊也差不多 就是那个时候 80应该还是慢慢再飞上去 因为我等下算80中了嘛 到我咪的时候 已经到80中85年了嘛 或86年 就进到最蓬勃的滚石 这两家大概有相当长的一段阶段 对对对 量都很大 对对对 量都非常的大 因为他们原来是同一家嘛 嗯 做了第一章就翻脸了嘛 你居然这么直接就 对然后 对啊 理念不合啦 对啦 就理念因为不卖嘛 不卖就会 你问我怪你嘛 有有有有 你看都是你啦 这一段故事有有有有有讲到过 真的 然后就是 欸那个最近有一个演唱会就是那 嗯 就那三位嘛 对不对 哪三位啊 就他们的第一张就翻脸 三人形啊那一张啊 哈哈哈哈 好没关系 然后就是那时候应该是彭先生嘛 就太保 嗯 跟那个那个吴叔叔 吴叔叔 他们就去弄了黑碟 好好好 那他们就是董事长二毛嘛 对对对 董经理三毛嘛 然后他们就维持滚石 维持滚石这个 是 所以家动你这个录音的整个的 一直从八零九零 看过所有那种黄金年代的这些 唱片工业的全身时期的 对啊 可是我们还是一个月两万五啊 你说真假 是啊 那个时候没有 没有没有 没有什么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 就是李月星这样 李月星的 没有什么 那时候没有freelance 没有freelance 没有freelance 那时候没有freelance 都是职员 都是in-house 我们都是职员 你职员这个角色干多久 我职员 其实我做职员 其实也在我们整个录音圈里面 也算是 也是 应该是最特别的一个 我真正在利丰 算是利丰的员工 只有三年 只有三年 那我是录到八六年的时候 那 可以这么说就是 台湾的音乐 唱片公司慢慢从利丰把好多工作就挪到白金去了 哦 那个时候大家有在说是因为那个Council SSL的原因 是 就是大家习惯喜欢听SSL 然后不喜欢听NIF 因为徐先生是崇尚声音品质的 嗯 的 他always到现在为止 一直always坚持他的那个 对 我要的话 我就是要最好 我也犯了他这个毛病 嗯 那可是在SSL工作方面 因为他的电脑的设计的那个逻辑 嗯 工作又快 又 很 很贴近 大家所习惯听到了 就我所谓的习惯听到是国外的流行音乐 哦 比较习惯 所以好多音乐流到 就到白金去了 嗯 嗯 那 所以其实有台湾很丰盛的一段时间 其实我也没有参与 比如说薛岳的机场 其实他也在白金路的 嗯 对不对 那我跟薛岳 因为我们是根据他也在白金路的 那我们 我都没有参与到 嗯 有好多人 那我是因为在后期后来 那录到有一些工作我不喜欢 啊 为什么这么说 呃 比如说 诸葛亮啊 哦 那我都有录到 诸葛亮的说书 是 诸葛亮的说书 那 他 诸葛亮当时很有才华的人 可是 就是那个 可是那个制作人的那一 制作人在制作的过程之间 好像跟我们的理念就差很多了 嗯 每天早上知道这一班是 诸葛亮的案子的时候 我要准备两个那么大的垃圾桶 那么大的垃圾桶 现在还很难找到 为什么 哎 放在录音室的中间 哎 因为他们要土冰了 土冰了 是 是真的 哇哦 那你就是录 诸葛亮 诸葛亮录完了之后呢 那他们会找一批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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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人也不会很多 大概就是五六根 嗯 就坐到录音室中间 就听了以后 哈哈哈哈哈哈 制作人出来 哈哈哈哈 就是录罐头的那些 对 录罐头的张 哦 然后呢 好搭一遍 再搭一遍 然后录了 两张以后 听起来要很多人 很热 对 录魂金同步似的感觉 哈哈哈哈 远中有没有录过 哈哈哈哈 哈 亚璇应该经常会碰到这种案子嘛 那一阵子可能是 可能徐太太也 也要求 可能哈 也说帮忙一下 嗯 来来 立峰也来 不然的话 起码好歹有他们这种录音嘛 嗯嗯 有那我们的薪水还是要照付啊 嗯 对不对 有一个案子还是一个案子 是是是 那我后来我就我就离开了 我就去英国 哎我我就就跟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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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想说 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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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要录到那个样子了哈 嗯嗯 那我也不知道后来台湾会音乐那么会那么的丰富啊 嗯嗯嗯 我以为好像台湾的音乐到底要走到这个样子了 哦 所以我想说做制作人 回来就是做制作人 后来上阳 上阳那个林太太 就就抓了我是被郑伯秋介绍的 说啊有这么一个人在英国你可以去抓她回来 因为上阳自己弄了一个录音室 是 那我后来回来我就去因为我就已经不想录音了嘛 回来我还是礼貌上我要去拜访人家 啊啊 因为你想看人家一个公司的林太太 林太太在我们音乐圈还蛮重要 对 她代理很多原版的舞点音乐 是早期 所以对我们的影响很大的 当时就是所谓发烧友的 啊对对对 你你曾经路过乐团的作品吗 呃 路过 呃 可是 录的后来都不算 就偷偷的把他们就就就就 不是他说没有发行还是怎样 其实我真正录到乐团 就是一个band的名字 来的是蓝天使 是蓝天使 那之前反正之前 大家都觉得台湾就是只有五个美责讯 就是那五个 我懂你意思 就是录完所有的台湾的东西 那也是录雅民的时候 然后其实之后慢慢想进到这一个行业的人 大家其实都有一股 好我想带入一点什么不一样的 不管自己的能力是不是想的对好方向对好 可是起码大家都想我想 包括陈小霞想说我想咪不一样的 那那个雅民也是想说我想录不一样的 我就是不要黄瑞峰打鼓 所以我真的路过那个李国昌打鼓 还可以吗 李国昌 李国昌 他打得好 李国昌 请我慢慢打 是是是是 那个制作人是 不是雅民自己 哎呀 我还真的想不起来制作人是谁 蓝天使制作人是谁 第几章的时候 是不是 就是第一章 第一章 这很冲突的时候 那个 我还真的想不起来那个制作人是谁 不知道是不是雅民他自己 反正就说 那个鼓声我们要录到有room的 那因为通常我们的鼓不是都会放那个小的鼓房里面 对 就说我们还把鼓拿出来还架了两个room mic 你知道吗 就李国昌来就是就是有那个意思 我们想要录录录录录不一样的不是不是流行音乐那种 就是就录下去你流出那么一大哈 我们想说算了算了算了都不行 完全没有办法用 完全没有办法用 那个完全那个那个不是 那个 其实说到说我们以前的音乐能力也不是那么好 可是呢就是 那个就是那个他只要叮叩动动那个过门没有打到有板有眼就知道你不行 就是你不要讲鼓啦嗨嗨的那个大鼓啦嗨嗨的 是打得多细致都已经不去听那个 你只要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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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大家就觉得不行了 后来是路过 试着路过就是希望由他们来 自己来 自己来 那那个时候是图影嘛 图影我记得他还带了他的小keyboard 很早以前Roland的那种 就是你看过陈志远那一些东西 突然开始好像觉得那是小玩具 他也来了 可是我那时候就觉得他不错 我还说他是哪里 就说滑钢的滑衣的什么之类的 我说不错 可是是不行 这真的是都不在一块 所以我刚刚想起来制作人是谁 雅明自己后来还是觉得就算了 还是就找了陈志远 他们就把那些就录完了 可是是不是唱片上有写李博超 我就忘记了 还是刘伟仁名字有没有写 当年的黑胶卡 那个时候真的要把唱片拿出来看看 我就没有这个印象了 因为太久了 这是我录过就是 除了流行音乐以外 是 第一个号称band 的东西 就是他们有这个企图 就是要录自己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尝试最后还是回到原来 对 因为你已经听过那种很精准的 是 黄瑞峰的大鼓 蹦 那个 然后你就 其他所有的人 都不习惯 那个MASA 那种 你听习惯 其他的东西 好像都不对 你知道吗 好像都不对 这样子 而且 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 还是 雅明他的音乐 他找的音乐 适不适合要做那种 Band的东西 这个 这个很重要 他还是流行音乐的旋律 还是那样子的词 精神根本就不对 他还是流行音乐 是 所以你硬要套说 我要弄一个 Band sound Band的东西 然后配上他的 然后又是他 你知道吗 他一上节目 还是那个金的外套 对 就没有那个精神 所以你说 那个 后来就还是一样 用流行音乐 所以在遇到我是Band的时候 你是学乐的时候 没有 没有 其实我 我一直没有弄到学乐的东西 我跟学乐 是因为他第一张摇滚舞台 可是那个 那个就是流行音乐 对 那个就是流行音乐 就是 就是 就是他们那五个人 弄的 就他们那个东西 那是中医的 中医的 那个时候是 杨家 本来是杨家做 然后杨家就丢给李宗盛来收尾 后来因为薛悦这个人太难搞了 这个薛悦太难搞 大概没有人要碰 所以这个事情的收尾 是李宗盛收尾的 那李宗盛进来的一阵子 也变成是打卡 就是他进来一下子 然后他知道这个氛围 那时候因为他还是助理 这个氛围容不下他 所以基本上等于算是 薛悦自己做第一张 自己做完的那一张 那个是我跟薛悦和 可是之前我们其实都认识 包括他在阳光的时候 我们很早 因为我在还没有出国之前 我在淡江的时候 其实我也是乐队的 所以我们在乐队 我们也会尽量找机会 看能不能在外面做一个场子 可是我们那个团 其实如果说我现在提一下的话 是今天最精彩的一个部分 是什么 因为绝对全世界知道的人 大概就是几个人了 那个时候有那么几个人 是弹吉他弹什么什么的 然后他们觉得自己的能力不够 所以他们就想说 那这样子好了 我们找一批学院的人 来跟我们一起做 看能不能做得出来 就找到陈阳 所以我们最早成立一个乐团 是陈阳萧为整 是我们那个团的keyboard手 羡慕羡慕 那个弹吉他的那个 可能你们有听过 可能没有听过 黄东平 都没有听过 黄东平 就早期跟翁笑良他们一样 就是在那种很早期的酒 那个叫做酒 我们叫酒郎还是叫酒 那个是早期的 就是霸儿 就是霸儿里面做场子的 就是弹都长西洋歌曲 那是都长西洋歌曲 然后他们的歌们有个打鼓的 然后就 然后找到陈阳 陈阳他们就会想要说 那他就把他的学院的那些东西 就带进来 就提出是不是能做 那我们既然说 我们有rhythm 因为学院找不到 会弹吉他弹 弹 bass打鼓的 然后想 那个时候我们的目标是要做 因为我是音乐系的嘛 那想做Chicago 我们那个团 做成Chicago组织 所以我们那个团 有两个崔萧老华 一个崔萧老华 一个崔萧老华 虽然组织跟那个 崔萧老华不太一样 可是是两个trumpet 一个trumpet 一个trumpet 然后再加上他们 这些人 然后这些音乐 我们不做西洋歌曲 我们是做 本来是想做自己创作歌 也做了 陈阳也做了 萧薇正也做了 然后呢 可是呢 就觉得很好笑 为什么叫比如说是什么青蛙跳了 那种歌 就是 你知道吗 就是 做了一些就是 对做流行音乐来讲 这种好像 听起来像儿歌 后来就想说 好那我们换另外一个方案 就是把以前的民谣 拿来改变 马车夫之列 或者什么什么什么的 那是过语歌的嘛 那就是说我们不做西洋歌曲 然后呢 这些歌也好听 对不对 就是说不会说让人家一听 就 就 翻位 起码然后编程 西加古之类的 我们经过录音室录音 哦 然后也上过 上过台 因为我们的主唱 张刚贤 是刘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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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台青的 白嘉丽 那个时候的节目的制作人 所以他就把我们塞进去 我们就 我们就上过很多的节目 然后也去录过音 所以如果说要提 我所知道的 台湾 应地 哇这个真的 这个团 都没有听过 这个是第一个 哦 可是 就是因为没有出过唱片 所以你没办法把名字摆出来 说是 因为没有成品嘛 对不对 我们没有录音 可是都没有 这个团有名字 中国龙 中国龙 这个我有听陈牙师老师说过 对 这个中国龙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刚开始的 那个 很早 在民歌之前 1970年代初 在民歌之前 然后大家都还没 不晓得民歌在什么地方的时候 就有这几个人说 我们不要做 因为那时候大家全部做 都是cover 都做啊 我跟你讲 那个时候因为感动很多人 包括纽大可 还有好多人 他们下班时候 都会到我们的餐厅来 听我们唱 是 是为什么 就是 那其实凭良心讲啊 我到香槟厅 去听他们上班的时候 学生里面 他 张宏毅吹笑阿爸 那个东山吹塞 哇 你们才是神 你们太厉害 可是他们会对我 可是他们都做西洋歌曲啊 所以他们会很感动 有人会想到说要做自己的音乐 那个时候 这是中国龙 第一个团 这是我所知道 而且那个时候唱自己的歌的口号都喊得出来 对 这是真的是第一个团 然后 蓝天使现在改过来 其实是我录过的第二个团 哦 不能这样讲 因为中国龙不是我录的 因为我自己也是中国其中的一个人 可是这应该算是我所知道的 有生作品留下来 不管了 有录 可是没有成品 哦 哦 因为没有人要发行 因为我凭良心讲 太难听了 太难听了 因为太难听了 因为那个 虽然陈阳跟萧未成两个都是主修作曲 可是那个手法 也不古典也不流行 就是反正 有点不周不息的感觉 都不晓得是干什么 反正我们 我们是团员嘛 反正就跟着一起去 对 就 也爱 但是确实是我们到目前 录到现在 讲到最早的一个 最早的一个 最早的一个 那可是在那个时候 你说 有谁有团有团 一点都不稀奇 那个团 那个时候就团太多了 嗯 那个时候团真的太多了嘛 那可是都是唱 都是唱 都是唱Cover 都是唱 唱夕阳的歌曲 是 我也是在那个时候认识学院 哦 那很早 那就是啊 我在那个时候认识学院 然后回来 然后进到录音室 录摇根舞台的时候 然后我们聊 就 对啊 就讲起以前的事情 哇 所以后来 从那个时候开始就 两个就培养了一个 就是哥们的感情 嗯 就一直下来 可是反而是到了 你看他到白京去录音的时候 我都完全没参与 嗯 那那个 他们的录音 应该都是自己的录音 自己的录音 等于算是 走出来 我所知道的 哦 应该是 Band里面 嗯 应该是算 找的几个吧 可能远州 可能比较 小的 还有没有其他的 削月的那个 呃 机场 因为他已经不是 陈志远他们的嘛 嗯嗯嗯嗯 对 所以那个时候算 你跟团最接近的 就是这两次的经验 对 哦 对 再来就是1990之后的事情了 啊 哈哈 我们是90前还是90后 对我们目前都是90前后 对 我们是90后才认识的 对 哦 因为90后大概 很多的Live House 很多的Band 集会有舞台了 然后成本公司也开始 会去注意他们了 嗯嗯嗯嗯 但在1990以前 这一块确实是一个 荒芜的状况 结果 呃 其实 呃 也不会 那我要再讲另外一个 哦 红十字 哦 是我们有谈到过 有什么 红十字 其实 我对Indie的 我 我 如果说 真的说是 我有三十年了 嗯嗯 你叫他老哥 对不对 我叫他老弟 我真的 我对Indie 我没办法 去很 才开心胸的去 去接受 因为我 因为我 一直会期望 嗯嗯嗯嗯嗯 你就算是做Indie 嗯嗯 你的功课还是要做 当然 你知道 你不能只写 把你想的东西 词写出来 好 我想唱这些东西 然后你要包装这个东西的 音乐 还是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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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谷工作 嗯嗯嗯 你看他们对不对 就是就是 该下的基本功还是要下 对你的基本功还是要要有 要到位的 嗯 我所看到的第一个 独立的团 嗯嗯 然后 有 有基本功的 嗯嗯 是刘哲伟 哦 刘哲伟 就是红十字 他们那个团 造船 主唱 他们那个团 红十字 可是他们在所有校园唱的时候 嗯嗯 那个都是 哇 你知道吗 我在没有跟他们接触的时候 都 我也不知道会有什么 后来我就参加过他们几次演唱会 的时候我站到后面 我 哇 已经到这个样子了 嗯 你知道吗 后来我有跟红十字谈 就是要签他们 哦 可是我拿两万五薪水怎么去养他们 嗯嗯 然后就跟徐先生谈 嗯 其实立峰本身有一个唱片的label 对 他们唱片有个label 叫什么 叫什么 嗯 因为他们他们 他其实最有名的一个人 陈生 哦 是 对呀 他们签的第一个人就是陈生 还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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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时候我就说 跟徐先生讲说 呃 要签他们 徐先生没有答应 嗯 可是徐先生就说 我不要跟他们签约 因为那个时候的签约以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要付月薪了 哦 车马费不是月薪 就是你是我签约的什么人 我一个月 一个月 起码六千块钱好像 好 那个时候 对一些签约艺人好像 最少是六千块钱 嗯 那如果说你只是一个歌手还好 嗯 你这么一个团五个人 嗯 嗯 那个就 就许先生就 就说 可是 你们在录专辑的时候 嗯 录音室的费用不用 哦 就是我有这个 所以 赞助的概念 对 就是我们要做这个 做我们的音乐的时候 起码我们的cost 会少少掉好大一部分 是 就录音室的这个部分的cost 我们没有这样 那 呃 呃 这个事情本来都讲好了 嗯 可是我也不签约 徐宪也不签约 所以感觉上 刘哲伟跟赵传 跟我们好像就 好 就是他们也来了 先练歌 好 一个礼拜来了几次 只要有空 录音室有空 他们就会再 在立峰练歌 这段时间 其实很短 持续的不 也不过几个月 嗯 然后呢 翁小兰就签了 刘哲伟了 是 然后那个 呃 呃 游狗那个 沈光远 就签了赵传 沈光远那时候 在滚石做经理 是是是 制作物经理 对 那沈光远先跟我谈 说要不要一起合作 我说我 我说不要 因为跟滚石合作 大概出来的东西就是滚石了 就是那样子的东西了 那我们想做一点 别的 别的就是一个band的东西 是band 是 是那个 以刘哲伟 其实那个时候是以刘哲伟为主 嗯 对 我那时候心目中也是 知道传 你有什么就唱什么吧 嗯嗯 那是刘哲伟 是以 是以笛他为主的band 刘哲伟帅 那时候 那个时候 对 那个时候太厉害了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真的是 就是希望弄出一个东西来 好 那个 都没有的嘛 台湾都没有的 是以 是以Guitar为主的 这样 嗯 后来就背 结果 因为 两个人都跟我弹了 都在麦当劳跟我哭哭啼啼的 加冬老师 我跟你讲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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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大哥跟我弹过 是什么 那 翁晓年弹吉他的 对不对 弹吉他的人 就是 他是我崇拜的 那我可以跟他 我当然很愿意啊 就 好啊 那 我说 我没有能力 现在你们 哪里好去 哪里去了 是 对啊 所以这个就散了 就两边 这个红十字就没有了 没有了 所以红十字其实是在 我接触的 算是第二个团 第二个band 算也是不成 所以 所以 有团 不要来找我 一定挂 我跟你说 我参加的团 不挂 不过 也很 谢谢这个加冬老师 因为 这些是我们其他的访问 你几乎都没有听到过 显然 这个部分 只有你们自己会知道 把这个故事分享给我们 这很珍贵 这次谢谢加冬老师 不客气 谢谢 跟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